大家好,欢迎回到谈古论经,我是老潘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然后今天又要上班 所以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这个盘 今天早上呢 这个 重新强调一下,说这个图之前 再次强调老潘并非这个投资建议者 所以大家在视频里面听到任何东西 都要去做自己的调查研究 今天早上呢,比特币是往下插了一帧 正好对应着股市三大指数也是往下插了一帧 然后呢,在前天 就是之前是一个绿色的蜡烛 但是呢,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而这条长的下影线呢 正好综合了前天的这个长的上影线 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道琼斯还有这个 S&P500 今天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也就是说呢,股市的下方有买盘 这对于这个加密货币的稳定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股市发生暴跌 那样的话呢,币圈很有可能也会是一起暴跌 因为现在华尔街掌握了很多 手中掌握了很多的比特币 所以呢,他们要砸起盘来的话 就一般来说,股市要是开始砸盘 他们有很大的可能也会去砸这个比特币的盘 所以呢 股市如果倒下 这个币市很有可能也会跟着一起倒 那今天这个三大指数往下插了一针之后 迅速的往上拉 就代表着股市没有那么快就给你崩掉 这是S&P500 还有这个纳斯达克 这个也是往上涨了一波 所以呢 目前来看股市应该来说下面一段时间里面 很有可能是这个上涨跟横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就给那个币圈呢 带来了一定的希望 所以呢 比特币今天只是往下插了一针 而且呢 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低点 这个低点呢 是在39,600 然后今天形成这个低点呢 是39,650 还差50块钱 才能砸出一个新的低点 但是这两个低点呢 现在比较接近 一般来说两个低点如此接近呢 就看比特币下一步要怎么走了 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呢 就是同样的低点 然后 在这画一条线 同样的一个低点 如果比特币最近呢 往上走一波 然后呢 再往下掉 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一般来说像这种低点呢 它都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形态 只有一个不断往上抬升的这个低点 才说明它这个向上的趋势能够继续 但现在呢 仍然是有危险 就是说最近是横盘跟下跌的可能性 稍微要大一点 当然呢 短期内很有可能是要反弹 为什么要反弹呢 我在前几个视频里面说过了 它在短期内有相当多的这个触底的这个征兆 因为它的上个视频也说过这个RSI呢 现在是在一个相当低的位置 如果去看历史上比特币的这个RSI的这个低点 先不说那个太远的时间 现在呢 是前两天是处于最低是到了28点多 上次呢 就是512的时候 那次暴跌的时候 519 519的时候那次暴跌 到达过这个RSI呢 到达过接近20多 然后再一次呢 就是那个312 就是COVID-19的时候 那次暴跌 那次呢 达到过这个15 312的时候是距低无比 然后呢 现在是比上一次 比那个519的时候呢 要高一点点 但是也是一个相当低的位置 所以呢 比特币最近的反弹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看这个反弹呢 能反弹到什么地方去 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压力位呢 是在这个 之前的这个头肩顶的颈线 就是这个头肩顶 这个头肩顶的颈线呢 现在是往上冲的话 大概是要到 43,000到44,000左右 要看的是否能够冲过去 如果能够冲过去的话呢 并不是说就完全的安全 最好呢 是要能冲到这个52,000以上 才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说明这个 很有可能能够把这个头肩顶给无效化 就是要冲到右肩的上方 才有可能把它给无效化 如果只是往上冲一波 比方说往上冲一波 冲到这个5万 然后呢 继续往下掉 同样也是一个头肩顶的变体 所以呢 仍然不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 比较安全的是要冲到这个52,000以上 才相对的比较安全 现在来说仍然 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比特币在历史上 经过无数次的这个暴跌 现在只不过又是其中的一次 所以你如果刚入币圈的话 不要觉得奇怪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前面这三天 从周末开始到今天 比特币又添加了一个新的 这个买入的信号 就是这个多重的下引线 这个多重下引线 在配合上之前我说过的 好多个这个 这个买入的信号 现在是反弹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我们就要看看比特币 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 重新回到52,000以上 如果回不到52,000以上的话 那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 如果Bmax Funding Index 要是变成了正数 就建议 不是这个投资建议 只是我个人看法 如果Bmax Funding变成正数的话 我们估计要比较快的跑路 否则的话呢 之后很有可能 还会再继续发生大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ee and Gray Index 现在是在21 前两天是掉一波的时候 砸到了10 这是今年的最低点 因为今年刚开始 是吧 才过了10天 所以呢 是今年的最低点 上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10这个位置 接触过4次 然后呢 这是今年第一次 接触10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估计很有可能是这个 恐惧指数的近期的 A数的低点 最近如果比特币开始反弹的话 比特币就要回去 挑战之前的 在2040左右的 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呢 跟我们价格分析的 这个很相像 最近反弹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 好 其他的山寨币 最近只有Near 比较硬 Near一直是在14 15块钱左右运动 好 这个是Near Near今天又重新回到了 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现在在15块5左右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Near呢 最近 除非他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 否则的话呢 如果比特币 一直在低位震荡的话 这个Near估计也很难 一直往上冲 因为他的在周线上的 这个RSI呢 稍微有一些顶背铃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手中还有这个Near 那一般来说 至少要卖出一些 以防这个Near 最近可能会发生回调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 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 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来加入 想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 可以先来电报群里面找我 我可以把大家拉到这个会员群里面去 好 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期视频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